请看来自本台的报道 美国劳工部今天公布全美7月非农就业新增人数较6月大幅下滑 失业率则攀升到2021年10月以来最高 为美国在COVID-19疫情后的降息铺路 法新社报道 美国劳工部表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新增11万4千人 较6月的修正值17万9千人大幅下滑 上月的失业率升高到4.3% 为2021年10月以来最高 在美国经济持续降温 通膨也降到接近FED官员设定的2%目标之际 7月的非农就业数据 使美国的联准会FED朝疫情后首次降息迈进了一步 美国劳工部也说 医疗照护 营件 交通运输以及仓储业的就业情况 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资讯领域的新增就业人数则减少 政府部门过去数月的新增就业人数趋缓后 在7月大致维持不变